来关心一下我们台湾的经济好不好 你觉得蔡政府在这个上任之后 日子过得如何呢 前几年我们的数据都很漂亮 但是台湾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公布了 哇 3.02 不是 前面有个负 有没有注意到 负3.02 你没有看错 我再讲一遍 负3.02 什么概念呢 14年来最惨 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完全是这样 负3.02 高吗 政府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啊 告诉大家 因为全球终端需求持续嘛 疲软 产业链有库存压力 国际大环境造成的啊 我们没有办法 对不对啊 所以今年第一季不好 但以前都很好啊 来来来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 我们是负3.02 美国多少 美国1.4 正成长1.4 已经很低了 对不对 中国大陆多少 4.5 4.5 那不要跟美国中国强国比嘛 我们跟亚洲四小龙比 好不好 来韩国0.3 但人家是正的 不是负的 日本1.5正的 新加坡0.1正的 我们台湾负的 负3.02 来稍后我请这个蔡委员 蔡委员是这个经济专家 来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年轻人的感觉 每次这个辫子妹上街头 像这种政治议题啊 两岸议题啊 乌克兰问题啊 年轻人好像比较无感 对不对 就是要不然就是 拼了 要不然就是我没有感觉 我想安居乐业 但是经济问题 大家有没有感觉 富的成长 年轻人感受深刻吗 日子有没有比较差呢 我补充几个资料 然后稍后交给这个蔡委员 来专业分析 第一个是最近美国FED的 这个暴力升息 不是搞得美国的银行 都撑不住吗 倒一波 你知道吗 这个冲击波 传到海景第一排是哪里 不是我们蜡粉的海景第一排 传到南韩的首尔 这个南韩首尔房价 大跌两成 为什么 人家因为升息的关系 房贷利率最高 可以飙到8 你可以想象吗 所以天哪 利率8你买得下手 所以过去大概讲 文在寅房子打不下来 文在寅完成不了的 美国帮你完成 对不对 所以韩国房地产 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 你就知道FED的升息 整个它的冲击波 传到那么远 是不是一个联动的概念 另外一个这个 也让大家吓一跳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打了一年的仗 那它的这个经济萎缩 自己预估 2023年的经济 GDP的预估 本来也只有萎缩0.8 天哪 我还以为它萎缩了一半 不是 只有萎缩0.8 那现在还可以再上调 1.2% 那我们台湾也没打仗 就就是负的 所以委员这段怎么回事 我们要怎么看 我们台湾之所以负 3.02 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出口 大幅的衰退 出口的衰退 不只是从 欧洲 美国 东南亚衰退 连对中国大陆 香港都大幅衰退 这个沙图衰退的原因 不仅仅限于科技产业 还有很多的工具机 等等行业 石化产品全部衰退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庞大的衰退 那原因就是 这些市场有的可以解释成 说因为它购买力衰退 像欧洲 我们可以理解 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那中国大陆 没有衰退啊 为什么对台湾订单会减少 那就要想一想 为什么要减少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 中国大陆很多的 原来下给台湾的订单 它现在逐渐转向 其他地方采购 或者是 它由内部的厂商来供应 那这一点是我们要警觉的 那因为美国人不准 这个台积电 去接这个大陆的订单 那大陆当然很自然 那我这个其他的订单 也就不下给台湾啊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平常都卖很多东西 给这个大千兄 我现在讲说 我这个高级杯子不卖你 那到时候大千一定是 杯子 高级杯子你不卖 我低级杯子我也不卖 不跟你买啊 我通通跑去跟介大师买啊 就这样子的来的 那这只是警讯之开始 因为现在大陆又要对于 所谓的台湾禁止他们 两千多项产品进口到台湾 要采取调查 那调查当然要依这个 WTO的规定 要有三个月的调查期 那三个月调查期就是十月份 他不知道蹦出什么东西来 那如果他采取的 所谓的贸易的反制裁措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可能会危及 台湾已经有500多项产品 那个在ECFA名单里面的产品 那ECFA的名单 占台湾卖到中国大陆去了 25% 很大一个比例 所以这一环扣一环 我们对外的贸易的压力是更大的 但是蔡英文当局 不但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还忙着买武器 接待25家军火商 然后接待波顿 那个说不愿意死在 东南亚的稻田上的逃兵 就是波顿 我不晓得他们干什么 那找一个经济部长王美花 可能是台湾从1950年以来 有史以来最差的经济部长 问他什么都不懂 问他都讲一些 好像那种当机 那个得逃当机在讲话 就画胡子一样 随便跟你扯两三句 这样能够混过去 所以经济衰退 而且更重要的是 预估不是地季衰退 第二季继续衰退 因为第二季的订单也衰退 还有我们第一季看得到的 PMI也衰退 我们经常说 哎呦中国到PMI制造业了 虽然那个服务业高达50 因为50以上是繁荣 50以下是衰退 那个PMI的指标 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就是说我看未来的订单 我要买什么 原料物料人 那些备好了 这个指数 然后中国大陆你看 哇 从52掉到49 我们台湾多少 43 我是觉得 民进党人很好笑 所以我是觉得 对中国大陆的订单 我们在其他地方 找不到新的订单 民进党一直讲说 没关系 中国大陆订单 我们可以不要 我们可以从日本 韩国 美国 我们跟美国好得不得了 美国会给我们订单吗 没有 美国还跟我们要订单 买它武器 买它这个买那个 所以我是不觉得 民进党政府 不知道要干什么 搞不清楚 所以台湾可能 黄金时代过去了 大家要心里准备 因为前几天 巴菲特才在股东会里面讲 也要赞美他一下 他今年已经94岁了 股东会一开 开五个小时 他不用像季辛吉做伦理 而且他的副董事长 Mengar 99岁 马上100岁了 也不用做伦理 两个人回答40多个问题 主持股东会 五个小时 好厉害 不管这两位老先生 他们两个公开 在股东会里面宣布 美国的黄金时代 已经过去了 那请问你 那我们台湾的黄金时代 大概也过去了 所以大家要心里准备 听到真是背脊发凉 但当然了 经济是一个国家 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 那么理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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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